嗨 今天要來玩那個食碗 其實我之前就有想過要玩食碗 就食礦風的時候玩 只是一直沒有機會買 然後我前幾天一次買了三種 其他兩種的時候才跟你們說 那反正第一種就是章魚燒 登登 章魚燒 那要什麼啊 苦得苦得たこ焦 源源章魚燒 好那 我先跟你們說其實我沒有玩過十碗 應該只有小時候玩過賠樂多吧 你們知道賠樂多是什麼嗎 賠樂多就是那種黏土啊 也是可以煮東西做菜那種的 可是那個好像不能吃 可是這個是可以吃的 這個是可以吃的 好 那我就要拆封囉 先給大家看一下封面 嗨 我不知道這個一個都要做多久欸 應該不會很久吧 做這個應該不會很久吧 他的圖片看起來很好吃啦 然後就是後面的一些說明書 然後就是後面的一些說明書 就是這樣 好我要打開囉 你們知道開這種東西呢就是要慢慢開 因為怕開得不好看 好了 等一下喔 我看一下 他有說明書欸 我要先把那個包 撕掉我要看說明書 不然我不會做啦 先把他的說明書 完蛋了 還是他裡面會有說明書 哇 又亂撕 等一下喔 先裡面應該會有說明吧 好啦隨便啦 先這樣 先打開 先打開 因為如果沒有說明書 會不會錯 好 是裡面的東西 這個 嗯 不知道是什麼 啊我知道這個是 那個 那個什麼啊 梅乃滋 這個應該是做做那個 那個 這個章魚章魚的那個 麵糰 這個是醬也是醬料 小牙籤 VK805 感謝你的訂閱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我的手這麼粗殘 這個是章魚的一個 東西的樣子 這是全部的道具 然後 加這個盒子 做章魚上的盒子 好的 完全不知道怎麼做 先看一下說明書 先把它慢慢撕掉 唉唷呀 他竟然把說明書 蓋起來了啦 他把說明書蓋起來 我找找看 感覺吃起來不健康 這種食玩都是可以吃的啊 只是好不好吃起一次的啊 可以吃啦 做完就吃給你們看 因為我自己也想吃看看 好有了我看到包裝了 他說 呃第一個步驟 先做TACO 怎麼樣 喔要把它剪掉唉 先把這個剪掉 好 好 這個 這個要剪掉 這個好像是裝水 這個 它下面寫 5CC 裝水的東西 喔喔 有少人的水 噢 動了 它要在裡面加水 在這個裡面加水 大的裡面加水 然後混入這個吧 我先都剪掉好了 它的東西都要剪掉 好可愛喔 他要自己剪 我不會剪錯怎麼辦 應該不會要剪錯這種事情發生吧 要先把東西都那個 每一個的功用都不一樣 要把它剪下來了 我怎麼會剪壞喔 要剪壞我就完蛋了 好 這一個 一個新生的東西 這邊 然後這個也要剪下來 食玩網路上或是一些大賣場都有賣 大家可以繼續自行Google 這個也是一定要這樣拆下來 然後 這個也一樣 怎麼會講 它還蠻好緊 因為它有線 這個是做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那個章魚的 這個是做章魚的模型 這個就是章魚燒 這個應該是放到最後 放旁邊 嗯 三角 這個用水裝買 我去裝 可以喝的水 我用我的水杯就好啊 我的水是可以喝的水啊 會不會倒出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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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都很小 然後 然後這個粉加進去 加進去之後混合 混合之後再把它那個 這個 不知道 等一下啊 我先把電話上關掉 這個 有一個硬幅的 這個 好 那它就是 這個是做taco 做章魚的東西 然後把這個水 5cc裝滿的水 5cc裝滿的水 倒進去 倒進去之後呢 把這個剪開 先把剪開 把這個剪開之後倒進去 把乾淨 然後倒進去之後 這個 你看有一點 有一點粉紫色的 然後用這個 用這個攪拌 看來攪拌 攪拌的 攪拌是最精華 最淡的就是 有一點控制 是不是水不夠多啊 會有一個 有味道跑出來 是 是感覺是可以食用的味道 可是有點 有點奇怪 水有點不夠 會加一丁點好了 一丁點 應該沒關係吧 一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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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乾了 我看到它攪拌了 然後它現在變成一坨東西了 我是不是水分很不夠啊 應該是有點白白的欸 各種按壓 不是炸彈 這是炸魚燒啦 非常有彈性的感覺 白白的地方慢慢消失了 對啊 第一次做石碗 好 差不多了 然後用它之後把它 就是剛 這有個 章魚的模型 我有洗手 我手很乾淨 白拿到的 它說可以做八個欸 那我要怎麼用 這樣 它可以做八個 用嗎 為什麼它還那麼輕鬆啊 為什麼它一直捏我的手 它怎麼一直捏我的手啦 它怎麼一直捏我的手啦 我這麼捏對嗎 我這個這麼捏對嗎 它好捏喔 為什麼為什麼我這個這麼捏 快算了 繼續做 你不要拿去 然後換另外一個 會啊 我會吃啊 我自己做 我就自己吃掉啊 現在就是 喔 真的就這樣買 我看我姐做披薩都沒那麼好 它有兩個張圓模型 然後就把它這樣按壓進去 然後是這種感覺 我看起來有點爛爛的 好 然後用牙籤把它挑起來 還是說先放著 不管哪 它說可以做八個 總共它的料的那個 材料的份量可以做八個 我先把一個擠出來看看 應該要用到牙籤 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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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喔 啊 掉下去掉下去 你用什麼盤子之類的啊 我去拿我的盤子好了 我先把他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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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把他放進去 好算了 這是章魚的腳 章魚的腳 好嗎 我先把他挖下來 嗯 乖乖的 不會啊 不會用到頭髮 好 他這個章魚的這個部分可以做八個 我先把它做完好 我們一步一步慢慢來 不急 不急不...不急不虛 要把它壓緊 那個形狀怎麼會寫 很像櫻花蝦喔 謝謝你 你還講了一個食物的名字 唉唷 唉唷 很像我的桌子會已經擦乾淨了 第二組 好啦 這本來就是要慢慢做的啊 這個 我覺得這個壓在這邊會比較久一點 那我要把它烤起來 那可以烤起來吧 可以 可以 喔 哈哈哈哈 喔 大便喔 滿像蝦子的 嗨 嗨 他就是章魚的那個 你們有吃那個 小香腸嗎 火鍋店那種小香腸的顏色啦 沒錯沒錯 就是火鍋店小香腸的顏色 火鍋店小香腸 蛤 食碗喔 你們如果對食碗有興趣的話可以去Google一下 因為Google會有很多它的產品介紹 因為食碗的種類真的很多很多 種類不一樣 價錢也都不一樣 大家可以去 自行Google 好像現在市面上 你想要做的食物 大部分都有啦 漢堡披薩 薯條 壽司 義大利麵 都有 因為現代人壓力太大了 喜歡 不喜歡做真的吃的 喜歡做玩具 喜歡玩玩具的方式做東西 這是第三組了 唉呀 這個都很乾淨啊 反正我打我自己吃 現在要把第三組尻起來 第三組尻起來 嗯 欸它根本 一一二三四 啊 因為它的那個裡面只有bug 所以大家叫我先做bug 都要清理乾淨 也像我第一次做食碗耶 有這麼粗心的人 做這種東西 但是 非常的 非常的困難 這比玩遊戲還困難 把媽咪的 好 那個用掉 多出來的 用掉 啊 要七個了 有啊 有在完吃完的應該都有吃過吧 像我都吃過麥當勞的啊 上次有說麥當勞的 呃 它的可樂 就是甜的有點 有點噁心 然後還有薯條 薯條就薯條 的味道 可是口感不是薯條的口感 很詭異 哎呦 它死亡版就是做做 哎呦 做開心的啊 壓不一點 一點 一點 進去 你們會看我手一直在抖啊 這個真的太細工了 好 八個了 我的牙籤 對 好 小心 然後我最後會吃給你們看 自己做的東西自己吃 小心喔 好 完成 八個 嗯 這隻都是章魚腳的形狀 八個 因為那個 這一個只有八個 所以先做八個 好 這個是第一個步驟 先放旁邊 再先放旁邊 第二個步驟是 麻油內子 來做美乃滋 首先呢 還是要用這個欸 啊 我的這個要怎麼清掉 它這個音符 有點流裡台的感覺 先把全部攪拌在一起 然後清乾淨 我們看它來做下一個 好 也是要用這一個 用這個來做 不是掉蝦的耳啦 我看得太清楚 撕掉 喔 又在 它這個是麻油內子的 的粉 這邊 然後它有 有1234 有四條線 就是每個階段要剪的深度不一樣 先剪1 先剪1 好 三角卡 好 先把1剪掉 先從1剪掉 我真的很怕我做錯 因為它那個 它這個美乃滋說明這邊 它有點被那個 標籤擋到 所以 我不知道會不會做錯 喔 超級美乃滋味 好酸啊 裡面就是美乃滋顏色白色的 怎麼說放在這個裡面 1 三角卡 1 中2 1 中1 喔 一樣 一樣一樣 一樣是這個 用這個5CC的東西 裝水然後倒進去 在裡面攪拌 欸我家有嗎 趕快吃 衝多一點好多 因為像剛剛那種水 不過 它圓滿 超滿的 手各種抖 等一下 哇太尖了吧 旁邊也太尖了吧 把它倒進去 倒進去之後用湯匙攪拌 它不受到手術一定要在這邊攪拌 看不到裡面 我先攪拌 它想吃 對啊 咦 有 那個美乃滋 格格形狀出來了 我看得到嗎 看不到 看不到 看不太清楚 欸變得 滿香的 有有有有 美乃滋 美乃滋感完全出來了 給你們看一下 看不到 還亮了 好啦沒關係啦 反正就是 就是美乃滋 就是你們想 欸它沾到我的手欸 好沒什麼味道 我攪拌一下 我攪拌一下 好 差不多了 攪拌完之後先放在旁邊 這邊都是準備材料 然後第三個步驟 基地要作囉 好接下來就是要做那個麵糰了 做本體的 嗯 是要加入這個 這個是麵糰 就是 圓圓的本體 好這個是 先把粉倒進去 然後這個 接不起來 因為我剛才有吃一滴啊 沒有什麼味道 因為我剛才有吃一滴啊 好 好 來我聞一下 蠻香的欸 不是白色的 補白色的 好 放進去 喔這個亮喔 任何一丁點粉都不放過 好 然後再加水 它就是說 這一個 5CC的水要兩次 要加兩次 是吧我沒有看錯吧 對兩次 兩次之後 稍微攪拌一下 就可以沿著線 倒入 倒入這個裡面 所以這個是濕濕的進行 大家會吃 倒入完之後呢 再用電子 喔 用微波爐 用微波爐 微波欸 好險我家有微波爐 那我一樣 先倒第一杯 第一杯 是不是太亮了 咦關掉比較好欸 關掉怎麼比較看到 怎麼關掉 關掉怎麼比較看到 不然太亮 第二杯 好 那 這怎麼樣 唷 可是那它嘴巴已經髒了 都是美乃滋 它說要用美乃滋那個攪拌 可是那個都是美乃滋 我不想動它 把它拌勻 水比較多 不能拌才大 就不然它噴出來 欸你看 它的水 已經慢慢有那個顏色出來了 卡哥要貼一點色 T-I-H-I-N-E 趕緊兩等了 感謝續定 我手很忙 感覺很酷 感謝續定 有濃稠感 濃稠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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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溢出來了 出來了 哇 差不多了 就這樣 ok 好 下一個階段是要拿 先倒進去 收起來 要倒囉 我如果倒不進去 我就要加水 現在就是這個八格裡面 每個都要倒 啊 它輸到多滿啊 應該是自己決定 在倒完之後也要把剛剛的薑米角角放進去 放不到 這樣可以看到 ok 喔 它有線 嗯 它裡面 它那個格子裡面有線 就跟你說之類的 倒到多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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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覺得我量不太夠 嗯 嗯 等一下喔 這個非常專心 我們要把他講的話 嗯 嗯 有一點點不太夠力 啊 不關 出大局 尻的尻的尻下來 欸 它的分量是超級剛剛好那種欸 欸 它的分量是超級剛剛好那種欸 哎呀 怎麼辦 我那個 這個D要旁邊 我要把他清乾淨 這個D要旁邊 蛤 嗯 現在就是 嗯 有一點點沒有到喔 算了 它的分量是超級剛剛好欸 剛好在線那邊 好 現在要放上章魚的角 剛剛我做的 章魚的角有八個 欸 欸 先把這個放在這裡 我整理一下我的桌面 很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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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愛喔 我自己在放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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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找個 好可愛喔 咦?這個怎麼用起來? 非常專心 好了 這個 全部都放好了,有兩種造型的角 對,章魚的造型 好,那現在要到微波爐了 微波爐...我不知道我是幾瓦的耶 反正大概600瓦30秒,500瓦40秒 我先用30秒看看 好,他進去微波了 幾秒啊,我忘了 先30秒看看 好,在等到微波的時候,接下來是要做sauce,做醬料 醬料要用到唯一還沒用到的一個容器 這個 他有個新鮮的圖案 這個,好 先加入sauce之後 好猛喔 最關鍵的 最關鍵的容量被擋住了 他包裝上那個最關鍵容量被擋住了 我看到看到了 我先看一下章魚章 阿 出來了 我又多微破了10秒 因為它很香欸 很香欸 你們有看到冒煙嗎 而且它都膨脹起來了 好 先把它放一邊 它現在有點燙 現在要做那個 sauce 醬料 醬料是這個 先把那個粉加進去 就是那個燥燒醬的味道 燥燒醬的味道 這個料的分量是蠻多的 那個粉有點 有點綠綠的 螢幕上都看不出來 然後加入一杯 一杯水 然後再攪拌 又要攪拌 那我把這個用掉 把這個擦乾淨 那個麻油內質那個我不想動它 免得浪費 也是一樣 這一個 加5CC一次一杯 好 攪拌 這是醬料 它有點 有點難分 有點難攪拌乾淨 喔 是屑屑 這是 不是熱水 所以粉末狀的東西會有點難攪拌乾淨 就會一塊塊的 所以就要用壓的方式 把它壓碎一點 欸 這個 就是燥燒醬的那個 那個顏色 你們也有看到吧 它從一個白色的粉末 變成燥燒醬的顏色 它每次 它每次加水 每個粉加水味道就會變得更濃 更濃 沒有水的劑量都照著它在上面說 Andy127853 趕緊三個月了 趕緊去訂 謝謝 這是可以吃的啊 我待會兒吃給你們看啊 其實我後面還有兩個食碗 如果這個做太快 我可以再做第二盒 不過我會做很久 好 完成 完成 攪拌有點噁心 就是燥燒醬 就是燥燒醬 好囉 最後一個步驟了吧 三 沒吃下去 翻轉 然後 喔 喔 麻油內子跟Sauce醬 喔 接下來也是一個 也需要考驗技術的 這個先放旁邊 大家 我麻油內子醬在這裡嘛 難怪它不需要 這邊 好喔 要啊 我先 欸我擦誰 先翻轉它們 啊完蛋了 喔沒事沒事 那時候我剛考出來 忘了翻轉 它就不能翻了 趁它現在還有點餘溫的時候 手狂抖 這個翻的還不錯 你沒有看我還會翻嗎 翻的感覺很可愛 好累喔 怎麼都累啊 好 然後接下來要加入剛剛用的Sauce醬跟 麻油內子醬 好 好 它的麻油內子這樣有點技術 其實也還好 它不是剛剛有三條線嗎 其實它就是要你把它遮起來 慢慢的讓把它遮下去 就是 折下去 先把它全部都擠到下面 把它全部都擠到下面 嗯 嗯 等一下 我第四條線還沒折到 然後再折第四條線 嗯 擠下去之後 然後撿 撿一個 在 底下撿一個缺口 這個地方有點緊張 我先撿小一點 有缺口 撿了 撿了 這樣 沒哪一隻 耶 可以連結一下 沒哪一隻 多傻一點好了 多擠一點 好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喜歡吃美乃滋 日本人還蠻喜歡吃美乃滋 日本人還蠻喜歡吃美乃滋 不是還好 其中美乃滋了 好 然後再來是醬料 它醬料就是 就是這個 放下面的sauce醬 燒燒口味 然後等一下可以沾來吃 就是 薄金 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我做錯了 沒有我沒有 我做錯à 嚇死我了,我回座什麼了 我剛剛以為他說要翻面再微波再用 可是好像沒有 沒有吧 對對對,沒有沒有 他收拾醬也是希望你用 我剛剛以為sauce醬的顏色是章魚角的顏色害我嚇一跳 沒事,我沒有做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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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理我 嚇我一跳 而且我 我的順序放錯了 就是醬料的順序應該先放sauce醬再放美乃滋,沒關係啦 然後接下來是sauce醬 就是應該先放sauce醬再放美乃滋 沒關係啦,味道一樣就好了 沒事沒事 我把醬用完 我要,我要勤儉持家 好了 完成 吃完章魚燒 雖然醬料順序錯了 不過他就是章魚燒 好,等我的章魚燒拍個照 好 他沒有給我海苔啊 我要直接吃了啦 好,我要再吃 嗯 沒有柴魚片啦 你怎麼那麼厲害 先先,先吃第一個 我等一下叫我家人來吃看看 我跟他說這個很好吃 生魚餅 икс 掌 اب 在後面 反正 욱 就是 就是 照燒 照燒醬的味道 太...很...非常重 因為我本人個人是吃重口味 所以我可以接受非常好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的那個 就是遠遠的 遠遠的那個章魚燒本身 它咬起來 很像那種海...那個你們去買那種 海綿蛋糕 海綿蛋糕硬調 然後擦擦 它原本不是應該很蓬鬆很彈 可是它變成擦擦 然後就很難咬 然後接下來因為那個章魚腳在最後面 然後我才咬到章魚腳 章魚腳就像軟糖一樣 就是很軟的軟糖 然後美乃滋沒有味道 因為照燒醬味道太重 我來單獨吃一下美乃滋的味道 它...這...就是美乃滋 可是照燒醬味道太重 所以完全把美乃滋都要蓋過去 不是...不是...不是不熟 就是... 要吃嗎? 完了...被我家人看到我剛吃的表現它不吃了 你要不要吃一個啊 不要... 其實沒有到很難吃 其實沒有到很難吃 就是... 完全就是化學物品 就...對 再吃一個好了 這是我做的 很難吃 而且它的醬料沒有辦法入味 我真的要求太多 十碗還要入味 它的醬料是醬料 那個...食物的本體是本體 它們不會混在一起 進到你們嘴裡 它們也不會混在一起 就是一個驚喜包的感覺各位 好...應該是不會繞曬吧 真的是這樣子 我來看一下它有什麼失望的意思 我還有兩個 一個是... 漢堡的 一個是... 做麻糬的 欸漢堡 有漢堡跟薯條耶 還有可樂耶 還有做漢堡 漢堡啊 好...那我改一下 改一下標題 改做漢堡了 我以為這個會做很久 這樣那麼快 做漢堡 它沒有...不能吃 也沒有到很難吃 可是你就是覺得... 很難...很難下咽 就是你咬一咬 你會有點不想吞下去 那你感覺不知道為什麼 好...那我先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桌面 因為你亂 直接現在做漢堡 好... 漢堡 我先把它的呢 這個... 集中整理一下 欸! 我的那個... 章魚還有剩耶 你們要吃嗎? 章魚的醬 我的剩... 鎖起來 來... 再見了章魚超 好... 接下來是要做... 漢堡 漢堡找醬 它除了漢堡之外呢 還有... 薯條 可樂 我一開始以為它是醬料 可是它... 旁邊備注 扣啦 就是可樂的意思 然後... 它這個做法會比較複雜一點 它很煩耶 它為什麼標籤... 它為什麼都要貼到它的說明 這樣我為什麼看啊 完了 這個更難撕耶 它把那個標籤貼在說明那邊... 先把它撕掉 快...快好了... 還好沒有到很難撕 蛤... ok... 這樣可以 那我要開囉 那我要開囉 從哪裡開 沒問題... 在這裡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田園風的感覺 漢堡跟漢堡 漢堡 漢堡就是套餐的意思 是吧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如果我記錯就算了 嗨 為什麼不用剪刀剪開 因為... 它有一個挖口 好可愛喔 喔...意外的很小一包 意外的很小一包 來看一下內容物 內容物... 這是... 胖 就是漢堡的那個... 麵包的粉 這個是Ketchup 我去打開 就是醬料 Pan�醬 Pan�醬 這個是... 起司 這是起司的粉 這個是漢堡的粉 這個是漢堡肉的粉 漢堡肉的粉 薯條的粉 馬鈴薯粉 COLA 這個是可樂的粉 這個粉非常多 道具有刀子 等下要切菜 刀子跟剛剛的湯匙 這個應該是要裝可樂的杯子 這麼大杯啊 不是來我吃的到底會不會繞賽 一樣先把那個 把容器剪下來 先剪這個三角 這個三角都是裝水用的 中間直接大刀下去 哎呀差點剪歪嚇死我了 然後這個 容器只有1,2,3次4個 好嗎好黏 要做10碗啊 好那第一個是 Potato Tsukuro 先做 先做薯條 薯條是 薯條是這個 那我先把粉都先燒起來 會讓它放在這邊有點擋 第一個先做薯條 這個 黃色的薯條 這個 欸?不出口哪一個裡面 這個 好等一下喔 把它剪掉 來我每個粉都要聞一下味道 它是一個 不是 不是薯條 味道是一個很 講不出來欸 很像麵包吧 沒關係 我先放進去 也是一樣 一滴粉都不放過 然後這個是加水的東西 這個小小的是加水 它要說要加兩杯 加兩個這個 這個容量的水 哇它的這個容量比剛剛更小 這應該只有3CC而已吧 剛剛是5CC 一杯 兩杯 兩杯 然後兩杯完之後攪拌 這個 到底會變成什麼顏色呢 因為它水的量比較小 然後粉比較多 所以會比較 攪拌一點 要攪拌就直接 它說不說它還有說如果 痾 那個後面要用手去攪拌它 因為它要壓它 變成一個馬鈴薯泥的感覺 變馬鈴薯泥的感覺 欸 味道馬上有那個馬鈴薯 味道跑出來了 只要加水就會變不一樣 味道就會不一樣 好多攪拌一點 你看 它馬鈴薯泥的感覺 應該可以了 這個也要微波耶 我現在先把東西用下來 它變成這樣了之後呢 要用手去把它壓平 然後手很擔心 大家放心 反正大家還是我吃 你們都不會吃 壓平 因為它下面你們看是一格一格一格的 就是等一下要做薯條用 把它壓平 等一下 等一下怒點麥當勞 看不出來 怒點麥當勞 快送 這個 現在就很平了 完全是平的 要拿去微波 微波 多久 欸 它沒有摔在微波多久欸 好 那我就 微波 怎麼可能沒有摔 有啊 有摔在下面 大概 四十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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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微波四十秒之後 就要讓它冷卻 而且要讓它完全冷掉之後才能做 做下一個 好 第二個 我們來做 先做那個漢堡 跟漢堡肉 首先 漢堡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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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裡 這個是漢堡肉的粉 要不要先加漢堡肉的粉下去 去拿一下 欸 它有點縮水 它有點縮水 你們看還有就是 一塊乾乾的馬鈴薯嗎 好 它說要讓它好好的冷卻 我先放在旁邊 現在來做漢堡肉 漢堡肉 聞一下味道 它每個肉 不是 每個粉都白粉 它完全沒有肉欸 它是一個很像糖果的味道欸 很像壞掉的沙士糖的味道 然後一樣 它還是加兩杯水 加兩滴 加兩杯水 加兩杯水 一樣攪拌 不許先把它纏乾淨 呃 咻 它的粉飛起來 打粉底欸 好現在這個是漢堡肉 有 有人說要請我吃麥當勞 好啊 你懂內文我就叫麥當勞壞手 不然我就只能自己吃食環麥當勞 應該有點難滾 它的粉開始變成 咖啡色的 原本是白色粉變成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 咖啡色的 好啊 感謝 神奇人已經一年五個月啦 要學長的名字自己想啦 就叫他學長吧 呵呵呵 然後那個肉慢慢 還是沒有攪拌均勻 多攪拌一下 好那計畫我正假的 我都要去感謝他嗎 我不知道 欸它那個粉有點沒辦法拌勻 不行我這個人有強迫症 我一定要把粉拌勻 完全變成一個咖啡色的物體了 好像有點肉然後又有點酒的味道 要說拌好之後 喔好 接下來就是這個容器出場了 這個容器它 中間這一個 因為它用成漢堡肉的樣子 所以它有點皺皺的 就 等一下下去就會 會肉嘛 然後旁邊就是放那個皮 那我就把它 整個下去嗎 先一半看看吧 它也是說要用手指 如果是女的怎麼叫學長 叫學姐 對啊 它整個下去嗎 你看它有點 油油的 這樣子的漢堡肉會不會太厚啊 我個人喜歡吃很厚 Double大麥克那種感覺 然後也是要壓緊 像它那個印珠下面的 它第一次是要裝滿是不是 好像是要裝滿耶 喔要裝滿要裝滿 對不起對不起 因為它要切成兩塊 差點就 只能吃一塊肉 好 欸壓得很漂亮 這樣 好 看下一個 什麼都有的 下一個是 什麼 胖 就是這個 做麵包的部分 做法都一樣 然後也是加兩杯 然後也是加兩杯 好爛 好爛 沒什麼太特別 好爛 它的粉都是白色的 好爛 它的粉都是白色的 這樣 也是加兩杯水 嗨 一杯 一杯 兩杯 好 一樣攪拌 這邊做法都是一樣的 轉來啊 慢慢變成有點橘色 好爛 好爛 感謝士豐斗內烏美 好玩就好 你還是吃麥當當吧 感謝士豐 好啦我會吃啦 我還喜歡吃麥當勞 這個就是 真的啦 食玩就是好玩啦 沒有要吃飽啦 跟大家看一下 欸它好格喔 很格 我把它拌得很暈 這是一個 非常微妙的顏色 如果你們對食玩有興趣 可以直接google價錢 因為食玩有分很多種 不同的料理 每一種料理 價錢都不會癢 蛤 呃 它這個 好它這個不用用手 因為它太割了 用手的話會 會髒髒的 它是要用到的欸 欸它是用到的欸 真的假的啊 我這個這麼高 怎麼倒得下來啊 嗯 居然是用到的 完蛋了 真的是太為難我了 欸欸 我的沒有濕到可以用到的啦 我的沒有濕到可以用到的啦 我現在有點不太夠 我的 漢堡肉的麵包 好險好險好險 它這個怎麼都做剛剛好啊 好難把它用平喔 好難把它用平喔 嗨 大家好 好險 這邊有點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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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 三四十秒 我要去微波了 不知道會變成怎麼樣 它不就好險萬微哺乳 接下來做起司 來做起司囉 好 我們先回到剛剛的薯條 因為薯條已經差不多冷卻了 薯條冷卻之後呢 拿一個小盤子 還滿香的 剛好出來了 漢堡餅皮有點膨脹 好先放旁邊 現在先把 要那個 薯條切塊 excuse me 它會不會太硬了 這麼硬是要我怎麼切啊 可以耶 超硬 超硬 喔 怎麼這麼硬 薯條來了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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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薯條怎麼這麼硬啊 是我的放太久 是不是啊 它明明就說要 啊 幹掉了 它明明說要冷卻 吃那個 要好的冷卻 玩到才能切 沒關係啦 我就做薯筆啦 有啊 有啊 這樣也是要做出來啊 直接當薯餅是不是 噢 釋放食物人了 感謝薯定 當薯餅吧 不用切了 我這餐真的太豐盛了 我有薯條 我有薯條 又有薯餅 真的太棒了 太棒了 太棒了 它太硬了 算了 然後接下來做起司 起司的話 只要加一杯水 起司在這邊 小小一包的 起司粉 我這個套餐升等 有一個薯品 沒有起司味 你們知道有個健康食品 我不知道 是我小時候在吃的 叫做 軟鈴脂 它這個起司有那個 軟鈴脂的味道 我不知道你們知道 這個健康食品 什麼 那時候要加一杯水 是掃的道具嗎 加一杯水 為什麼 好 要自己做 自己用手捏 好 自己用手捏 就自己用手捏 等一下 這邊是我的工作堂 它要自己把它捏成薄的 然後切成兩片 一杯 一杯水 一杯水 我攪拌的東西 我攪拌的東西 做東西就是要用雙鏡頭 先把這個湯匙擦乾淨 都是上一個的一杯啊 軟鈴脂 軟鈴脂 對對對對對 好 加了一點水之後 趕快攪拌 它慢慢的變 一杯水怎麼夠啊 黃色的 因為它是起司片 所以它是黃色的 可是我覺得嚴重懷疑 杯水不太夠 哇 越來越黃 我懷疑錯了 我 我錯了 我不應該質疑它 一杯水剛好 我不應該質疑石碗大大 好 已經變成完全的黃色了 先把一些魚粉 黏掉 黃色 超黃的 好 然後它說 自己把它用成 薄片 自己把它捏成薄片 它沒有鋪增 它沒有複增器菌 因為它沒有複增器菌 自己做... 自己做... 會... 我會不會我的起司比漢堡肉還要大片 好像這樣還可以 差不多這樣 然後把它切成一半 然後切一半 等一下這個就是要用啊 茄子片 OK 就這麼簡單 茄子片就這麼簡單 好 先放旁邊 第四個步驟 ケチャップを作ろう 做番茄醬 先把 一樣呢 還是用這個 可是我先把 先擦乾淨不快嗎 會有氣壞了 這不是小廚房啊 都不能吃啊 ケチャップ是這個 番茄醬 聞到那個味道 喔~~ 很重 番茄味很...就是 就是番茄餅乾的味道 有個餅乾是番茄餅乾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就是那個味道 然後它的粉 有點粉紅色 有點粉紅色的粉 它這個水要兩杯 就是 食玩就是什麼東西都要自己做啊 這個是樂趣 玩這個是樂趣 不是要吃啦 萬事萬事 很開心的做東西 不是 吃 真的不是重的 過程才是重的 好 兩杯水 接下來一樣攪拌 不是卡迪娜 卡迪娜很香 我很喜歡吃卡迪娜 好 攪拌 把每一個卡粉 把每一個卡粉都撈用 好 一個有點黏稠狀的番茄醬 九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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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強迫症 我會把那個粉攪到 都化掉 好 就是 炎燃就是一個番茄醬的樣子 味道也是 好 OK 好 OK 番茄醬 完成 好 下一道 好 我要來切 1 2 3 4 這太難了吧 接下來 重頭戲了 接下來 重頭戲了 我要來切 漢堡了 先把起司片拿到旁邊 來切漢堡了 首先是這個 好 過一個洞 過一個洞 過一個洞就要怎麼辦 這個要切一半 還是我做一個漢堡就好了 我覺得我做不到兩個 試看看 切 如果切成功 就可以 那我成功 拜託啊 啊 不行了 沒有 我的 我那個高低分布不勻啊 沒有辦法 把它切成兩個 換下一個是要弄 其實它是要做兩個漢堡 可能沒有辦法 一樣 這邊也是 底下破洞的漢堡 變成黏圈 哇 我真的是切成功 唉唷唉唷 下午餚 真的是還在 使命挑戰的精神 那你們 齁 這種破洞都當底 這兩個當頭 反正沒有人看得到 好 接下來是這個 喔 超級肉味 他肉要切成四塊 我是覺得不太可惡 很難切啊 好像可以喔 肉比較好切 五塊 兩 兩塊 太難切了 橫切 OK 四塊 然後 那怎麼擺 胖 首先底層這個 底層上面呢 再放一個 一個漢堡 現在第二層漢堡的 然後 接下來是起司 起司放上去之後 我起司超級事業大便 起司放上去之後沾點番茄醬 一點點 好 好 換一下 然後再上肉 這個就是 嘴上去 這個就是 嘴上去 你看 我的 雙層大麥克 沒有生菜 還沒喔 還沒完成喔 因為我們還有可樂 這個 薯條 這個 欸 我薯條白漂亮一點 欸 他有附贈 他沒有附贈裝薯條的袋子啊 好吧 好吧 算了 薯條在這裡 薯餅跟薯條 我先把它佈置好 薯餅跟薯條 然後做可樂 可樂是 加水 目測 目測加到 1公分 差不多這樣吧 水差不多加到這樣 然後 直接加可樂粉 要加一個水 快一點 可樂粉 袋子在包裝上喔 哪裡啊 欸 真的欸 袋子在這裡 我沒有注意到 謝謝林月 喔 欸 他的砧板在這裡啦 就是剛剛起司 要切在一個藍色的地方 然後他跟我講大概大小 可是我大小也抓的差不多 哇 我沒有注意到 果然日本人這麼用心 不可能這麼 這麼 這麼 隨便 好險 好險 突然把這個袋子回掉 先把它剪下來 好險我突然把這個袋子回掉 沒事 先把它剪下來 先把那個薯條的 剪下來 剪下來 好可愛喔 各種勞作 好可愛呢 我這個才要做沒了 清常用 不會啦 不會死的啦 如果明天我沒有開時光可能就是我出事了 開玩笑人 好 那這個是幹嘛的 還要把它貼上去喔 我要怎麼把它黏起來 好多便 這個不只要做食物 你要做哪要做 要把它凹起來 唉呀 好了 薯條的容器 接下來是 好了 可樂的 可樂還沒做完耶 可樂粉加進去就大功告成了 我先去拿一拿 可樂 我先去冒泡了 這個冒泡 我先拿刀的腳 應該沒差 哇 滿滿的可樂味 你們有聽到聲音嗎 可樂 可樂完成 可樂 沙士糖的味道 好 最後把我的薯餅 跟一些薯條 裝進去 我的薯餅太大塊 再拍進去 我擺盤一下 我擺盤一下 完成 完成 那個 漢堡套餐 有可樂 可樂跟雙層牛肉起司堡 跟薯條 好的 我說 我做完都要吃 這我要來吃看看 好 先 吃喝可樂 敬各位 沙士場 糖融化的味道 這沙士糖融化的味道 好 再摔下我的薯條好了 薯條還要蘸番茄醬 半茄醬在這裡 蘸番茄醬 就是一個有薯條味的 軟軟的東西 那重頭戲來了 雙層牛肉起司堡 加 番茄醬 沒有啊 就試吃看看啊 當然小時候會不會都會試吃吧 小時候我就吃過 這可以吃啦 可以啊 可以啊 我說可以吃啊 先咬一半好了 把飯 全部都是漢堡肉的味道 全部都是漢堡肉的味道 然後起司沒有什麼味道 番茄醬 還有點番茄醬 就是一團鹹鹹的東西在嘴巴裡面 它這個東西這個粉的材質不知道為什麼都很難下咽咧 咬一半的漢堡 我覺得那個 剛剛章魚燒還比較好吃一點點 沒有它那個漢堡 好 漢堡的味道還不錯啊 只是就 就很像 就很多鹹鹹的東西混在一起 嗯 這個就是我的 欸 我的章魚燒 有男人 這就是我今天的食玩套餐 章魚燒跟 漢堡 我自己要拍個照 完成 完成 當然跟賣道完全不一樣啊 賣道都這樣子還有人要吃它喔 真的是 大家要玩可以啊 就是建議大家趕快去買來玩 因為真的還不錯 就是還蠻特別的 好玩啊 好玩啊 玩這種食玩本來就是過程比較重要 其他都還好 其他都不是重點 不過 我是 應該是不會落賽吧 因為我現在肚子沒有很痛 章魚燒好 好 反正就 就還可以啦 我還有一個麻糬的 下次可能會做 然後 原本就對食玩那個蠻有興趣的 只是沒時間買 可能他會多買幾個甜點不同的來做吧 或是直接放到YouTube之類的 好啦 今天謝謝大家陪我做這些料理 很開心 很開心 好 那就先看來看到這邊了 我們明天見 掰掰 希望我明天還在